新年來煮飯 家家來挑戰 你好 我是Gary俊成 你好 我是小玉 這一集的家庭呢 到底是怎樣的組合呢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那年齡層啊 可以去到73歲 然後最小的可以去到12歲 難道你說這一集是婆孫組合 是的 沒錯 所以說火花會很大 這會是一個怎樣的局面呢 我覺得很好玩 共通得到嘛 肯定沒有問題啊 我覺得婆婆會特別有耐心 OK 那馬上呢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三位評審 首先第一位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Chef Ken 你好 歡迎 歡迎 對於這一集的婆孫家庭 你本身會不會很期待 非常期待 因為之前的節目 跟這次一定不一樣 所以我想看他們的技術 需要怎麼樣 我很想試試到一些 以前以前試過的味道 再來有馬來西亞一位 非常出色的女演員 九九五立璇 九九好像很興奮 我非常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很喜歡吃東西 你看我知道 對 我就是很慘嘴的 我覺得今天可以來 嘗試不一樣的美味佳肴 然後一些是可能傳統的 一些菜色 我就覺得非常興奮 那妳還記得 妳的婆婆是外婆 曾經煮過什麼 最難忘的菜式嗎 我真的印象不深刻了耶 但是我只是記得 我外婆最喜歡吃的 是雞景象 可是那個是我很小時候 記得的一個印象回憶 然後長大之後我才發現 有可能她其實只是想 把雞腿留給我 可是不要緊 今天有很多的婆婆煮給妳吃 應該感動難滿了 真的 再來我們有請 Chef Ming 你好 有沒有很難忘的 婆婆的一個菜肴 婆婆是拿手她的菜尾 酸菜是不是 對 因為每個新年 我們都會吃這一道菜 其實我們客家人 也是有這一道菜的 是喔 那聽完我們三位評審 對於婆孫家庭的期待之後 馬上我們就請出 今天的三組家庭了 有請 第一組家庭呢 我們有66歲的張彥濤 還有14歲的陳怡玲 哈囉 兩位好 大家好 想問一下婆婆喔 妳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幾年的烹飪經驗了 大概算起來50多年了 50多年 因為我從9歲我就開始 學習烹飪了 就算 小學就開始學了 對 那今天看到在桌上呢 妳的食材 這個是妳本身的烹飪啊 我的婆婆她們 一路傳下來給我媽媽 才傳到我這袋 所以現在我就傳給我的孫女 祖傳秘方這樣喔 一袋傳一袋耶 好 那十分打多少分啊 一千 一千分 好分喔 真的 不要給這麼高分啊 不然期待越高等一下喔 OK 好 接下來我們有第二組家庭 我們要歡迎是 余昭桂還有李健兒 大家好 妳有幾年的烹飪經驗 18歲那時候煮啦 55 18歲開始煮 問一下健兒妳覺得 婆婆煮的飯菜比較好吃 還是媽媽煮的比較好吃呢 通常我媽媽就是很少煮東西吃 所以我 所以吃婆婆的比較多 吃婆婆還有爸爸的比較多 好 那今天妳們煮的這一道 是什麼新年家長菜來的 外面會說薄魚 肉圓 炸肉圓 妳說薄魚啦 我說薄魚 薄魚 我們的Chef Ming也是可以 OK 不然有吃嗎 有吃過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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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期待又很大囉 聽得出我不會講 不會聽嘛 你聽得明白啊 好吃你不明白 我明白啦 OK 好 再來我們有第三組 就是64歲的劉玉貞婆婆 還有14歲的林恩頭 歡迎你們 大家好 好 那婆婆有幾年的烹飪經驗 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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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有經驗 對 孫女孩恩頭 最拿手的 她最拿手的好菜是什麼 炸春捲 新年也是一定要吃春捲 對 那今天帶來的新年家長菜 是炸春捲嗎 是的 就是最拿手的絕活 今天帶來這邊 對 好 那馬上呢 我們要進入第一回合的比賽 但是在那之前呢 必須要告訴一下你們 比賽規則 是的 沒錯 那我們參與的呢 就有三組Family嘛 那他們必須呢 經過兩個回合的挑戰喔 挑戰完成過後呢 將會有兩組Family呢 會成功的晉級到比賽啦 那晉級到比賽過後呢 還要進行兩個回合的挑戰 過後呢 將會選出一組的冠軍人馬 加油了 那比賽正式開始 那大家有20分鐘的時間 把握時間 小心切到手啊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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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刀很利的 婆婆 你的孫會不會切東西的 我在旁邊看喔 一邊看一邊捏一把冷汗喔 他會切的嘛 會啊 不擔心他切到手是嗎 有受過訓練嗎 有啊 有沒有切過手的 你幹嘛去騷擾人家 你看到人家很忙嘛 人家不想理你 真的 很專注 不是騷擾 希望他們不要切到自己的手 好 我們還有15分鐘啊 大家加油 這麼快過了5分鐘的啦 是啊 所以你們現在進展還OK嗎 什麼 已經醃製那個擠喔 幫他切按摩了 剛剛 我爸覺得你這一道家傳菜 還有放很多洋蔥在裡面喔 就是我們要給他的洋蔥 帶出他的甜味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天然的調味嗎 對 我們就沒有放別的香料 這個可以學喔 這個可以學喔 真的要學下來 可以帶出那個味道 OK 好 來 我們去看一下別種 玉珍婆婆 好 哇 春捲會多功嗎 婆婆 多功 婆婆你們家的春捲啊 有什麼特色啊 就是放蝦多 蝦多 蝦肉 我發覺你的那個蝦肉喔 不是多大了 碎碎了喔 還有一顆一顆這樣子的喔 是啊 這是特地的是嗎 比較有口感 口感比較好喔 好像還有放很多料喔 還有什麼料在裡面 有蔥啊 有那個 紅蘿蔔啊 是不是切到太小片了 是啊 不是長長大大片的嗎 不要 你是一片一片小小片的 直接就方便了 不要方便咬啦 小朋友吃 小朋友 我是覺得喔 這一集應該是我們看到的喔 真的 屬於最傳統的家常菜 是 各位家庭 我們還有十分鐘的時間啊 十分鐘的時間 加油了 好 可是好像完成了的這一集 是不是已經搞定了 哇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選擇用氣壓鍋 是不是氣壓鍋啊 這個 因為氣壓鍋很省時間喔 是 而且它不會帶硬的 它的肉會比較爽口一點 比較好吃 我會講 我現在馬上嗅到了那個斑蘭葉的味道 很香喔 謝謝 而且我是沒有吃過這一道 這樣子的料理 好 JoJo 你們嗅到香味 會以後給我分譯聲 走去靠近你吃 來… 我過來嗅真一點 基本上攝影棚都已經嗅到那個味道了 對 好香喔 好香喔 其實我們剛才有在討論 跟兩位 chef在討論 就是很少看到雞肉有放斑蘭葉進去 裡面放洋蔥是還OK 它的味道會有另外一種的口感 我問妳 妳的太婆 太太婆 以前有沒有跟你講過一句話 來 這個是家傳的地方 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不要外傳 無所謂 所以我們就打盒子嗎 如果是我有這樣的本事 來做出一道這樣好吃的菜 無法嗎 誰要學我都可以 分享喔 還要care嗎 我跟妳說賤兒 就是在之前的時候 在節目就是開拍之前 很多話講 妳可以看到她在組的時候 是特別的專注 現在比較認真的男人這樣 真的 忽然間就長大的感覺 現在還要在本宅 妳認識她 妳認識她 她剛剛已經跑來認識我們了 她婆婆 她是賤兒 她是很友善的 跟誰都很友善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雜春捲 這個其實我也非常期待 因為這是新年 我們就是在家 每一年都一定會有的一個菜 都有吃的 都會有吃的這個 但是它就有像 好像韓國人做Kimchi一樣 它就是那個內容差不多 但是妳的那個分量 就決定了這個東西好不好吃 每一家可能有每一家自己的那個味道 而且它調味料不一樣 出來又感覺不一樣了 對 而且婆婆弄的那個也比較小一點 方便小孩子吃 她說小孩子最喜歡的 肚子餓了 我修一下就覺得 真的耶 我現在很想補一補白飯 是 然後再來配搭一下 各位家庭 我們還有五分鐘 加油 要快手快腳 婆婆 還有五分鐘時間了 妳搞得定沒有 不知道 不知道 應該是會了 應該是OK OK啦 不用怕了 有得吃了 我不是為了吃 我是擔心妳的作品 不能完成拿不到分 真的 妳這次來參加比賽 妳的目標是什麼 目標是煮好料給你們吃 Perry 作品不能完成 我們是不是也是要吃的 是 所以看這是半身手 我們也是要吃嗎 對 妳很本來 她真的 這次來參加比賽 是為了什麼 因為我的阿嬤是 很喜歡煮東西的一個老人 對 我就來陪她一起比 春捲 那春捲 來 不到三分鐘 剩下三分鐘 阿嬤妳的春捲 炸得倒起來嗎 OK嗎 我不知道 連火好像很慢這樣 那個火 好 慘喔 這樣子的話 所以她現在在擺盤 OK 妳對妳的 所以妳的擺盤有意見嗎 OK嗎 沒有 很美 就由她自己擺盤 有複子的 是喔 這個也是另外一道 我覺得我很想吃的 是 而且它餡料很豐富 裡面 好 時間到 大家要停手了 好 婆婆 來 來 時間到了 是啦 要準備啦 好 那 對於自己的作品 滿意的家庭 請舉手 好 OK 好 阿嬤婆婆都滿意 這樣至少我們的三位評審 等一下試吃的時候 會比較有信心 吃得安心 OK 好啦 我們要試吃了 來 首先我們有請 劉玉珍還有林恩彤 竹豹 竹豹 好專業喔 我們就很難默契地看一眼 快快地說一下評分標準 OK 那我們就有味道啊 創意啊 賣相 還有我就是喜歡四項 來做評分標準的 香喔 來吃吃香 這樣子太香了 很紮實喔 很多料 Chef Ken先開始 來 OK 它的那個肉 是有鹹的一點 然後那個皮肉 可能你的油 應該是不夠 不夠高 它的裡面的調料 其實是不錯的 它賣相真的 就很興奮興奮 賣相是很好 就有油溫喔 油溫就是不夠的話 當然有味道 味道的話就很好 就不夠脆了喔 就有點硬這樣子 我是覺得呢 也是稍微鹹的一些 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其實滿喜歡這道菜 裡面會加那個 是不是蒙光嗎 就是有一點點 甚至是 就算是Caret你切粗一點 我就覺得咬下去 有多一個那個口感的話 我個人會更喜歡 時間不夠 但是還是那句話啦 因為這是新年家常菜 每一戶家庭 他們喜歡的那個味道 口感都不一樣 來改變 但是我想問一下婆婆 這道菜是真的這樣鹹的 不是 可能 中手了 中手了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OK 接下來 我們要請第二組的就是 余昭桂 還有李劍鵝 團團圓圓 興旺大肉圓 哇 看起來 好像很好吃耶 跟我很期待這個肉丸 來 試試看 它的蒜香味 它的蒜感感到 你看我要掉很累喔 我知道 好吃 口感非常好 那個味道也到位 非常非常不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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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的婆婆的味道嗎 沒有 我的媽媽是做吃飯的 但是它有更香的味道 它的味道 我這個肉 我自己的 鵝頭 我阿嬤的鵝頭 好 歡迎 夠了夠了 夠了 你要講評了 好 我覺得味道是很好 然後我覺得 蒜感感放很好 然後那個脆度 我覺得也不錯 它就是咬下去 就不會太彈牙 可是你就... 它不至於說鬆到完 不過它就是比較軟一點的 好 謝謝你們 然後接下來就是有 張彥濤婆婆 還有怡玲 帶來這個 喜氣洋洋 吉祥無意 非常好 很直接喔 那種感覺 謝謝 謝謝 這麼大一個 幫自己 對啦 師傅乾一塊 師傅乾一直 師傅乾是點頭還是搖頭呢 這海南雞 真好吃的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前面的工作人員 全部 有一點虎視眈眈的感覺 他們說 女士 真的要吃曬的東西 有沒有 這樣滑嫩的 師傅乾來,請講評 其實真的是 這個是真的非常有功夫 我們所用的東西 真的是有 有技巧去做這道菜 對 對 它的 把那個 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然後過後你就放了一些 發丘藻對不對 對 它的味道直接散發出來 然後那個大蔥味道很好 是完美 完美 完美 我最後一個 購物 這個給我就比較特別一下 這個菜式 因為我想到這個海南的話 是那種海南雞飯那種的雞 這種有牛雞的那個紅粥油 它把它的味道帶出來 只是說它的油會有多一點點 再少一點就 很挑剔 有什麼說什麼吧 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改進 再改進 OK,九九吃了 幫自己了 有味很酸 因為我一試的時候 先試它的那個醬 然後一試醬的時候 我會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偏鹹 然後可是我覺得 像剛才Chef Ken講的 他用氣壓鍋 我覺得那個 在它沒有Marinate 那個雞的情況之下 直接這樣子放進去 那個味道 還是可以滲入在那個雞肉裡面 這個東西是我覺得 所以真的要配白飯 婆婆就講 但是我要糾正一下 因為婆婆一直講 其實那隻雞是一種 叫做海南雞的雞 是不是 不是海南雞飯的那種 種類的味道 OK,無論如何 我們的評審 心裡面已經有一個分數了 謝謝你們 謝謝 好幸福 其實我覺得 剛剛那個也是很好吃的 是很好吃 但是我們評審的分數 不會在這個回合揭曉 為什麼 因為下一個回合至關重要 結合兩個回合 我們就會宣布 那兩個家庭進入第三回合了 歡迎回來 新年來煮飯 家家來挑戰 然後第二回合是 新年知事王 然後我相信各位 都應該對於我們中華的文化 或是中華新年 或是一些美食的經濟 應該都很熟悉了對不對 婆婆應該都很熟悉了 對 這麼多年的烹飪經驗 有誰是不熟悉的 可以舉手一下嗎 沒有 大家都熟悉 好,那很簡單 等一下我們發問一道問題 你把答案寫在白板上就可以了 好,選擇題來的 有A、B、C 五秒的時間作答 來,馬上進入第一題了 新年送禮 應該是拜年必定要做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華人 我們會在拜年的時候 送乾呢 A,代表著送金的意思 B,寓意合家平安 C,因為乾在以前是非常珍貴的水果 來 對,好嗎 五,四,三,二,一 請做答 九九懷疑什麼 他們的答案讓我懷疑人生 懷疑我的人生 是喔 因為B,就合家平安 其實我們這裡三個同事 所以你覺得答案應該是什麼 我們不要講 沒有,可以講的 不可能錯的嗎 可以講的 我們不可能錯的嗎 對,來,你講一下,來 送乾代表什麼 我們認為是A,對 代表送金,他覺得 對,所以答案是 A 九懷疑,金代表金 對,所以好的寓意 新年一定是送乾的 所以有兩個家庭婆婆 他們都不懂送交乾的意思 婆婆們比較喜歡合家平安 是,OK啦,都可以了 好,第二題 第二題 年初一的時候是吃素的嘛 對不對 那很多家庭呢 他們都會選擇煮這個羅漢災 但是這一道傳統的蔬菜 為什麼被稱為羅漢災的呢 A,因為是一個叫做羅漢的人創辦的 B,一開始的蔬菜放了羅漢果 C,羅漢齊聚一堂 5,4,3,2,1,來 請作答 不會 完了,完了 我不知道,又一道 你看人家的答案,你才... 對啊,你們再次這樣 剛剛我就講你們做壁了的 全部寫C,OK 對 沒有可能是羅漢果的 答案是C,羅漢齊聚一堂 就是十八羅漢齊聚一堂 OK,就是 好,來第三題 好,第三題 正月初八,又稱為順興節 之後還演變成了近八仙節 請問是哪八仙? A,曹國舊 B,女娥 C,大事也 婆婆們應該都懂誰是八仙吧 5,4,3,2,1,來 請舉牌 B,B,A,好 女娥 女娥會在天上掉淚嗎 真的 而且是變了八仙嗎 SHAF,你懂嗎 我根本不懂 阿拉香,你覺得答案是什麼 還是你沒有... 我選C了 你選C 大事也 大事也今天會找你 我... 我不是八仙 OK,答案是 超國舊 是啦,那八仙其實還有 李鐵櫃、李鐵櫃 還有中... 從常不叫鐵櫃裡的嗎 江國樓 何欣菇 南柴火 雷東班 韓相吉等等的 是的,馬上進入我們的第四題 OK,新年菜裡面呢 多多少少都帶了一些吉祥寓意 然後請列出寓意 天天打蒜盤 才圓滾滾的年菜 A,古老肉 B,蒜盤子 C,四大天王 5,4,3,2,1 請舉牌 好,這一道應該容易吧 JoJo,你會嗎 蒜盤子 好,恭喜答對 都說了天天打蒜盤的嗎 對,其實這個是客家人的蒜盤子 真的,我們如果是在過年吃到蒜盤子的話 天天有的蒜 對,來,最後一題了 團圓飯是非常熱鬧的 那撈生可以說是團圓飯必定要的一個環節 那撈生是來自哪一個國家 A,泰國 B,新加坡 C,馬來西亞 到底是哪一個國家發明撈生的呢 5,4,3,2,1 是,是我們馬來西亞發明撈生的 YES,恭喜大家都答對 真的 如果你去到別的地方 像台灣、香港 我們去撈生 樓上他們是不知道的 是,所以也是我們的一個文化習慣 對 好,OK 緊張時刻到了 三組家庭當中 只有兩組可以進入下一回合 很可惜有一組家庭不能夠進去 首先我們要恭喜 余昭貴、李建兒 恭喜你們進入下一圈 恭喜 OK 還有一組家庭 對 到底是哪一組呢 讓我們來 恭喜 張彥彤還有陳怡玲 恭喜你們進入下一回合 恭喜 恭喜 所以換言之 劉玉珍還有林恩彤呢 是止步於在這個回合的 但是你們煮的東西 都還真的滿好吃的 謝謝你們的參與 謝謝 那廣告之後呢 我們將請到擅長於中式料理的 Chef Ming教大家煮年菜 待會兒見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我們第三回合的 新年學廚藝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想要吃 不是 因為我跟觀眾朋友們都可以 學到一些年菜 增進自己的廚藝 那我也是特別喜歡這個單元 因為我可以吃到 Chef的拿手好菜 是 那我們有請我們的Chef Ming呢 為兩組家庭示範一下 這一道新年年菜 到底是怎麼煮的 那大家一定要記清楚 所有的步驟啦 材料啦 因為等一下你們必須要 按照它的方式去煮出 一模一樣的菜料 來 有請Chef Ming開始了 所以這個我們做的是 這些步驟就比較簡單一點 首先我們要把這個蝦 醃製一點 所以這個我們有準備一個出鹽 然後這個兩個配料都是一樣的 我有八角 花椒 桂皮 蛋龜 香葉 這兩份 一份是我拿來醃製蝦 醃製蝦 另外一個我拿來炒跟鹽 然後到時拿來焗的 這個要小心 再後面一點 好 記下第一個步驟囉 我們就先下香料 蛋龜不要蝦 陶姐妳有煮過類似的料理嗎 鹽菊蝦 鹽菊蝦我們就沒有 我們通常都是只是 酒倒下去給它生的蝦子 要燒 所以對妳來講這個會難嗎 不用急 四蝦看的也是 四蝦看的 有來的 有 這個是水還是 這個是酒 白酒 白酒 白酒下一點點 這是噴水 對 這個的做法是為了要提香是不是 對 要給它盡快 因為我們的時間就有給它盡快 收這個給它滾一下 那我們就來切這個蝦了 處理這個蝦了 這個蝦的話 我們就開個背就好 千萬不要讓妳的孫兒去切 危險 有一次給它學 其實可以是用剪刀的 對 如果有小孩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剪刀 其實不是更快 這樣就可以剪刀 但是剪刀的話有一部 就是它的肉會散 宜玲 你有信心嗎 我沒有檢查過 妳沒有檢查過 這樣妳要試嗎 等一下 可以 試試看 小心 完成了 這個蝦切好了 所以現在這個的話 它已經滾了 今天已經吃蝦了 就加一點水了 它的味道出來了 味道出來了 對 所以這個我們來炒鹽巴 Chef 炒鹽巴有什麼要注意嗎 還是不用注意什麼 香料下過後就比較注意 因為香料 你不可以給它太過熱 Chef 這道菜是屬於哪個籍罐的 廣西 但是就有很多改良 之前就飲過沒有這麼多香料 這個我還有加一點花椒 Chef 你自己是福建人 你新年的時候 在家有吃這一道嗎 這一道沒有 我覺得觀眾朋友 真的可以學下來 過年的時候煮一道 讓家人品嘗一下 不一樣的新年料理 因為每年吃回同樣的 新年料理是OK的 但是加入一點新鮮的元素 應該也是很不錯 對不對 有一些驚喜這樣子 對 Chef 你的瓦包 就是一直在熱熱的 你有放油那些嗎 沒有 就是要裹它 就是要裹它 對 就你看開始冒煙的時候 你蝦就可以排上去了 鋪上去囉 很香了耶 真的 Chef 要好了嗎 還有一分鐘 一分鐘 那我要把握機會問一下 這一道鹽焗蝦 它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就是火候 時間 還是它的肉 是不是一定要很 那要捏什麼呢 對 第一是它的蝦 就是蝦的話 我們要開個背 然後給它的味道進去 第二是炒那個鹽 炒那個鹽的話 就香料的話 不可以炒得太過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罷了 對 所以其他的都沒有問題 對 所以難度是幾顆星呢 如果五顆星的話 難度一顆星 一顆星 對Chef來說 很香啊 很香啊 好 這九樓吃應該是要幾百塊錢吧 對啦 這個就是西哈鹽焗 紹興蝦 紹興蝦 朱朱 妳這樣快吃得了 我們一起吃的嗎 吃了嗎 還抖出來啊 好啦 來 大家一起來品嘗一下 Chef Ming的這個 西哈鹽焗 紹興蝦 你修一下啊 好像煙燻蝦這樣 嗅了都很陶醉喔 是 那個蝦 真的有滲透到那個味道進去喔 真的很入味 我沒有吃過一個鹽焗蝦 連他的肉都是充滿了 你剛剛那些香料的味道 而且真的有鮮甜 又帶一點鹹那種太好吃了 好 來 馬上我們要進入第三回合 新年學廚藝 請兩位派出一位代表過來 我們要剪刀石頭布好不好 我們有滿分蛋 還有活力蛋 1 2 3 剪刀石頭布 OK 好 輸了 贏了喔 嚇到了 等一下要滴滴蝦 來這邊有兩顆雞蛋 一個是活力蛋 一個是滿分蛋 來 你要選哪顆蛋 隨便挑一顆 好 你拿這個 不要動 拿回去 好 這個你拿回去 來 好 好 那剛剛兩粒雞蛋 個別就有這個滿分蛋 那就是熟的雞蛋 還有活力蛋就是生的雞蛋 對 等一下你們就負責把它敲破 OK 然後看看裡面是生的還是熟的 OK 如果誰拿到生的話 等一下會有一個懲罰喔 好啦 那現在呢 你們可以各自揭曉你們的雞蛋 打下去敲來看一下 趕快敲一敲 讓我們看一下 那邊是生蛋 好 我們要恭喜你們啊 因為你們拿到熟蛋的話 就沒有懲罰 那等一下你們的獎勵僵士 你們可以請我們的特別嘉賓 JoJo 來幫你們六分鐘 OK 是 你拿一個步驟需要他幫忙的話 就可以求救 叫他進來 而為什麼你好像不開心這樣 沒有 開心啊 OK 當然你們拿到的是 火力蛋 那是熟手蛋 有一個懲罰 是什麼懲罰呢 必須要戴著耳機六分鐘 那他可以跟他的孫溝通嗎 比手畫腳 比手畫腳喔 OK啦 不是很難吧 沒問題啦 好啦 比賽就是開始了 來 來 加油 其實好喔 你看陶姐還可以戴著耳機 聽歌 煮東西 等一下你就看到她身體的律動 然後我們試試拿一下 陶姐 真的聽不到了 我完全隔絕了 我這樣 馬上嗅到香料的氣味了 壞了耶 真的喔 好喔 這裡就處理這個蝦子 問題是她 她的蝦都還沒有切完 陶姐妳這樣快就煮這個 妳蝦還沒有切完耶 陶姐聽不到妳講話 是喔 我忘記了 六分鐘過後妳再過來 是喔 她很快耶 對啦 這個夠稻一點 炒下去 OK 所以呢 出貨 那邊 出貨 炒炒炒炒 不用怕 對嗎 這樣子 對 老婆 要不要妳親自出馬喔 今天都可以沒有喔 可以 可以 不要很多啊 OK 停 停 停 我比她緊張喔 婆婆妳那邊要 祝祝幫忙 對 婆婆妳 來 我來了 來 來 水 水 水 超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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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焦 沒有喔 焦料耶 喂 OK 好 六分鐘到了 現在這邊已經開始放鹽了 來 火鍋 來 火鍋 炒鹽 差不多 阿嬤 不是那個 是 妳不用打完 妳不用緊 不用緊也沒關係 妳等一下不用用完就好了 還是舅舅妳去幫忙炒鹽啦 來 我去 請到大明星來 炒鹽 對 炒鹽先加熱 妳的蝦拌熟了喔 對嘛 蝦拌熟了喔 OK嘛 熟了就 等一下吃起來沒有那個 新鮮了 等一下要放香料進去炒一炒 妳還記得喔 妳的婆婆好像有點恍惚了 這樣 婆婆是要放鹽些然後才炒 妳香料炒一炒了之後 把鹽鹽糊放在這邊 然後蝦鋪在上面 對嗎 對 我不知道 我從發是這樣 對嗎 她們有炒妳的蝦已經熟了喔 對 妳確定對嘛 我的天啊 妳這樣再炒下去的話 不是千年老蝦了 對 然後要怎樣補救妳 現在妳打算怎樣補救 我就只是開火給它開一下 擋那個上星球下去就OK了 就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 到底妳們剛剛是在哪個步驟出差錯了 是了 我倒下去 水太熱了 我煮到太開 太熱了 要關火給它倒下去 真那個一下子就 嗯 那眾所周知呢 我們的評審啊 在這個回合是不會知道哪一組烹飪呢 哪一道蝦 所以現在擺在眼前的 不曉得大家看了沒有 嗅了沒有 是可以開始吃啦 這個蝦應該是沒有骨到啊 沒有吃到 它的肉有點綿啊 味道還不夠勁 味道沒有進去滲透到進去 沒有滲透 留點空間啊 然後Chef Ken 這道菜跟Original太大分別了 第一個就是我只能吃到發丟燥的味 其他那個Herb的味道幾乎是沒有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做到 剛剛那個Chef還沒做的那道菜 那個精髓沒有觸到來 沒有觸到 濁濁呢 我發現所謂一顆心的難度 也是有難度的 真的 它看起來那個步驟好像很簡單 對吧 你跟著做就沒事 但是原來出來的那個成品 可以差那麼遠 而且這個蝦是半生熟的 它其實中間 它的蝦頭還 我剛才吃 驚訝我 它還蠻生的 半生熟喔 那至少這個成品有給你驚喜 OK啊 我沒有吃完耶 所以我相信觀眾朋友也應該心裡有數 這個是哪一組的 好 那馬上我們來吃 另外一組Family的蝦好不好 吃 Chef 你要這樣子秀嗎 還要拿很靠近才秀到 它其實它煮得很好 它的背力 它的發酵做得很好 可是蝦最重要不能超過熟 這超過熟的太多了 超過熟 太硬了 太硬了喔 熟過龍啦 它不是半生熟 它不是半生熟 是太熟 所以你看蝦真的是很考驗 我們掌握那個火候的 但是起碼半生熟 那個蝦還有甜味啊 也是因為它熟太久 所以它那個荷子也是跑得出來 所以它也是一起熟了 然後我們聽聽原創 所以剛才他們都已經說了 味道是在那邊的 火候的時間 但是還是成功吧 兩隊都做出成品了 所以不要小看每一道料理 那這一輪到底誰是上出的Family呢 當然還不會馬上告訴你啦 因為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回合 新年甜蜜蜜 又到了大家很喜歡的 新年甜蜜蜜 那這個回合呢 因為大家就可以學到 如何做一些好吃的甜點啦 而且很有新年意義的那種料理 我們那兩位婆婆啊 等一下要用口令的方式 指示他們的孫子去完成這個作品 那今天我們有Chef Alex 教大家做這一道 好Chef 請開始吧 我們的材料會比較鮮豔的顏色 所以我們用的是Cream Puff 還有因為平時我們Cream Puff 都是Bite Cream這樣吃嘛 所以今天我們配合了這個 Rasberry Mousse 放在Cream Puff上面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Puff裡面的添加 所以我們裡面的添加 叫做Pastry Cream Pastry Cream 所以今天的材料有牛奶 375克的牛奶 然後雞蛋是60克 玉米粉 玉米粉30克 然後我們的糖75克 奶油38克 那Chef 如果這些分量 等一下他們就是拿捏得不準的話 有些多 有些少 會有什麼後果啊 不會差別到哪裡去的 所以不會影響那個味道 都是可以成形 都是可以成形 所以兩位阿嬤放心一點 來 桂姐 桃姐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盡情的發問 所以我們先把牛奶倒入鍋 不用開火啊 先倒進去先 不用開 還有我們的糖 把它纏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煮的過程中 我們不能煮到它太熱 感受到有一點熱度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會倒入去我們的蛋黃 所以如果火太大的話 煮到那個糖過於融化會變成什麼 太大火的話這個牛奶其實是沒問題的 就是它倒進雞蛋的時候 雞蛋會熟掉 不要讓雞蛋熟掉 對 不要讓雞蛋熟掉 所以兩位要不要謝謝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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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熱度 對 去感受一下 又是要感受那個熱度的時候了 裡面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先關火 然後把它倒入你們的雞蛋 所以倒入的過程中一定要攪拌 不然雞蛋也是會熟 所以我們攪拌 一邊攪一邊倒 對 一邊攪一邊倒 對 其實做甜點很講究那個細心 還有細節 功夫就在這一邊 然後我們再加熱 煮到它濃稠為止 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樣不會熟 這樣子不會熟 所以你在煮的過程中 一定要一直去攪拌它 手不可以停 大火 如果你要開中火也是可以 這樣你攪拌的過程就可以再慢一點 所以這個步驟是不是最關鍵的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攪它 給它滑嗎還是什麼 給它滑 對 不要讓它雞蛋熟 最主要 因為雞蛋熟的話會影響到你的口感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加入我們的材料 我們的玉米粉 先攪拌 等它差不多要熟的時候攪拌 對 真的覺得你們的孫應該做不到 一個手拿那個鍋過來 另外一手要攪 你這樣手有力就能攪拌 可以一心二用嗎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要攪到它好像起泡這樣 對 好像這樣的狀況就可以了 現在是熟了的 所以它是糊狀 對 它是糊狀 但你攪拌的時候 它是沒有流動性的 我們就可以加我們的奶油 奶油 對 當奶油下去的話 它會讓你的口感更豐富 當你的奶油下了的時候 你要一直去攪拌它 不能停 他們一群的時候一定要大聲叫他們 不要停 然後因為有些人 他們不喜歡吃雞蛋的那種腥味 所以我們會加一點瓦尼拉 就是讓它的味道更濃郁 瓦尼拉味道 好 這樣我們就煮好了 我們就需要讓它在其樂 休息個五分鐘 我們就可以敗進我們的奶油泡裡面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好 當我們把我們剛才煮的 辣椒忌廉冷凍過後 我們就會裝進我們的擺冰袋 然後我們就會擠在我們的 忌廉泡裡面 首先我們忌廉泡後面 一定要開一個洞 所以我們可以拿剪刀 稍微開一個小小的洞 稍微開一個小小的洞 這個有高難度 滿滿 好像把它打針這樣 好了 然後我們就會把我們的巧克力 如果底部它站不穩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用手去按平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巧克力 放在上面 這巧克力片也是很應景 紅紅的 準備好的Raspberry mousse 就會擺上去 然後我們就會把我們的葉子 這個是餅乾來的 點綴一下 哇 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放一點金箔 加那個貴氣在那邊 新年喔 萬子千鴻之餘還帶一種富貴感 萬子千鴻 就出來了 OK 來掌聲一下 太美了 太美了 Chef 你覺得這個甜品 它的難度指數有多高 五星的話 我覺得是三星吧 因為在煮的過程中 你要很注意那個火候 火的溫度 也是攪拌也是很重要 然後在擺盤上面也是需要一點功夫 好 好 馬上我們要進行開始比賽了 兩位 桂姐 桃姐 準備了 正式開始了 對 我跟你們說 伊朗 這兩個阿嬤 現在真的感覺 你說什麼 我感覺到伊朗 感覺到伊朗 白癡了 但是我要提醒你們 因為這個回合是很重要的 你們只有30分鐘時間 準備了 OK 準備了 來 開始 Yes 不能走過去阿嬤 只能站在原位 你來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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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糖要放到完 你快嗎 175喔 175 你需要175 阿嬤 開著火咧 叔叔 牛奶倒下去 你要倒完 倒到完 來 阿嬤阿嬤 過來一點點 阿嬤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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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點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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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 欸 什麼 有人給一次阿 沒有阿 不給一次阿 這個雞蛋你會拿 紅色的出來嗎 白色的不要 白蛋不要 白蛋不要 握住握住 給它留那個白蛋出來 倒下去阿 倒那個盤那邊先 盤那邊 再再再快點 盤那去盤 2點阿 3點阿 全部雞蛋阿 3粒3粒 好 這個記得很清楚了 澆那個奶 澆一下 去澆那個奶 快點 去澆澆 去澆那個奶阿 阿嬤阿 有什麼tips嗎 現在要澆什麼 現在火可以開大一點 然後你們那個 玉米粉可以加入進去 喔 可以澆玉米粉 好 這個要涼的嗎 阿嬤 不用涼的 不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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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張眼了 他們的pup cream呢 就已經冷卻下來了 快點 完成那個 下一個步驟吧 對 冠紫千鴻完熊 對 給這個掌聲好不好 Yeah 我覺得兩位阿嬤的表現是超厲害的 因為你們已經突破重重難關 只是得很好的 對 因為在記憶力有限的情況底下 你們還記得這樣很好了 三位評審 對於前面的萬子千鴻 有什麼感覺呢 你們期待已久了吧 你乾脆 直接吃吧 看看裡面的它的餡料 對 有沒有達標 趕快 JoJo 大口大口 我最欣賞就是JoJo 有飯這樣的 這是什麼東西 有飯的 沒什麼飯糊 沒有 我剛剛已經跟你說了 它像Baby Food的 它真的像吃那種 Baby Food 沒有 就粥喔 真的 粥喔 有甜的粥 甜點煮出粥的感覺很不容易 這連它也有這個問題耶 有一點點熟了 還有那個蛋黃 它兩組都有這個問題 那個是薯粉 薯粉結塊 結塊 這個 驚訝對我來說 阿嬤說 打得完下去 OK喔 可是這個呢 阿嬤就很小心 因為剛才我記得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Chef Alex講75克的糖 可是我剛才聽到阿嬤講 好像是35克而已 所以它這個就 稍微反而是 我覺得甜度有一點點 淡了一點 阿嬤亂亂講 其實也幫得到一些 他沒有亂講 你就講到他上次了 阿嬤你有亂講咧 抱抱抱 因為剛剛 其實亂亂撞其實也 撞出一個 它的口感其實是 蠻特別 可是那個 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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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口感 口感 你說那個好像米飯的感覺 對 購物有什麼要補充嗎 沒有 他們都講完了 各位觀眾 成績已經在我們手上了 就是希望兩位婆婆 不要因為這個比賽 而影響到情緒 OK 這一集 新年來煮飯 冠軍將可以獲得 一千利息現金 還有 Rena所贊助的 雙魚頭肥氣爐 哇 我們要恭喜 張彥濤還有陳依琳 恭喜你們 恭喜依琳恭喜 再次也要謝謝 桂姊還有建兒 你們的參與 謝謝你們 也很棒 當然我們要謝謝 Chef Ken JoJo Chef Ming 太專業了 無論是怎樣的食物 他們都吃到光 那至於下個禮拜 有怎樣的家庭 在這裡前來參與我們的 新年來煮飯 記得同樣時間 收看我們的節目 下星期見 拜拜